进入沙发天之后 得到百元灵果 萧炎的实力可谓是突飞猛进 若是萧炎将如今所有的百元灵果全部吸收完 那么萧炎的元气底蕴或许能够突破十千万 也就是说 萧炎的实力不仅能够突破到六星斗神 根据百元灵果的数量 萧炎至少能突破到六星斗神后期 足足一千万的元气底蕴 雷姬点了点头之后 萧炎便是没有犹豫 本尊进入到了空间阶制之中 仙魔分身暂时代替本尊行事 至少在方才 仙魔分身已经有了足够的震慑力 想来不会有人轻易敢对萧炎动心思了 本尊进入空间阶制之后 仙魔分身也是一步踏出 只要不战斗 仙魔分身的气势依旧很强 虽然没有元气波动 但是强横的肉身却是震慑旁人 进入石门的一瞬 以众强横的空间扭曲感席卷而来 即便是斗神也必须有元气护身 否则也会被这扭曲的空间给撕伤 对于仙魔分身来说 自然没有任何的压力 这种空间的扭曲 持续时间也只是数分钟 而后周遭便是陡然明亮起来 赫然是到了石门之后的空间了 完全明亮之后 众人的目光也是看向了周围 这是一片独立的空间 但方眼望去 依旧能够看到 脸端的天幕连接着天空的沙发之气 此刻的沙发之气也是进一步收缩 萧炎这才发现 几乎所有队伍都进入了这不朽遗迹之中 并非所有人都是为了其中的造化而来 实际上想要活下来就必须进入其中 方眼望去 这片空间是混沌的 无数破碎的空间组成 进入石门中的队伍 都是随机被传送到了各个不同的碎片空间之中 看来这不朽遗迹 也快到了崩溃之际 恐怕过不了多久 就会完全消失在这世间了 累积站在萧炎的身旁 看着这破碎的空间 一种寂灭感弥漫开来 这种感觉 累积倒是感觉很熟悉 因为像极了神法之地 曾经的苍茫世界 最终也沦落为一羽之地 在时间之下 最终完全消散 想必这其中 经历了无数惨烈的战斗导致 至于其中的造化 估计并非是不朽所留吗 萧炎微微点头说道 倒也并非如此 不朽所留的造化 必定等待的是有缘人 其存在 就说明不朽所留 依旧存在 否则这不朽遗迹早已崩溃 累积否认道 萧炎顺着目光看去 这片空间 有着许多的空间裂缝 若是卷入其中 那可不得了 即使是窦神也会深陷其中 若是遇到强劲一些的空间裂缝 一时斑魂更是挣脱不出 因此还是小心一些为好 走吧 看看这遗迹之中有什么宝物 说起来 目前我倒是更想寻到 更多的百元灵果 这样 本尊就有足够的资源去吞佛 从而提升实力 又不是河水 才能突破到极星度是 萧炎难难道 面对强者越来越强 仙魔分身出了问题后 那么本尊的提升 就更为迫切了 这片空间非常广袤 以至于众多队伍 涌入其中之后 萧炎竟是一时间 没有见到其他队伍出现 而后萧炎三人 便是迅速地 在这片空间之中掠过 因为周遭有着许多的空间裂缝 因此萧炎也是十分小心地躲避开来 不过随着深入 萧炎眉头微皱 一路过来 周遭宛若荒芜之地 不知是已经被人扫荡了 而是这片空间之中 本就如此 什么东西都没有 两久 萧炎才是在这片空间之中 寻找到了一座荒漠小岛 前几 赞人都踏入了小岛之上 不光扫视着四周 那中间有东西 武镇忽然说道 萧炎和雷姬 都是定睛看了过去 果然 仔细看去 满是黄沙的小岛中心 有着一个破败的停格 赞人便是没有犹豫 朝着中心掠去 数分钟后 便是来到了这破败的停格处 这破败的停格之中 竟然盘坐着一具枯骨 而枯骨之中 有着一颗闪烁的鸿芒 嗯 这是 沙发之灵 萧炎一喜 虽然只有一个沙发之灵 但总归比什么都没有收获要好 不过就在这时 周遭便是传来了肃杀之意 这县方在他们踏足的黄沙 不然开始震动 凹陷的黄沙之中 一道道身影从其中爬出 站起身来 封眼望去 全是尸体 有一些 已经腐烂成了枯骨 而也有一些 还没有完全腐烂 见到如此场景 萧炎顿是眉头一皱 猛地转头看向了身后 拥有着沙发之心的枯骨 这一看 当即便是吓了萧炎一条 不见了 萧炎惊道 累计和武镇 闻声皆是转过头来 方才就盘坐在这里的枯骨 竟然不见了 和沙发之心 一同不见了 哦 莫非逃了 武镇也是惊讶到 三人都看到了这具枯骨 可眼下 的的确确消失不见了 哇 是被人偷走了 萧炎顿时眼神一鸣 磅礴的灵魂之力 便是涌动而出 立刻察觉到了 几道异样的气息 正在迅速逃离此处 追吗 累计问道 远远的可以看到 几道神影暴力离去 丝毫没有回头的意思 萧炎见状 则是摇了摇头 一个沙发之灵而已 倒也没什么大碍 这里想来 除了沙发之灵外 应该还有其他东西 你们把它们解决一下 黄沙底部 应该有某屋存在 他们应当便是游戏控制 萧炎说道 雷姬和武镇点头 纷纷爆裂而起 转眼就将周遭的枯骨 全部轰碎 解决这些枯骨之后 萧炎目光看向了远端 抬手指去 雷姬 用雷去把它轰好了 萧炎说道 雷姬点点头 在萧炎所指的方位 一抬手指 雷光凝聚化作一道光束 轰得一声 急入黄沙之中 雷光轰击后 便是陷入短暂的沉默 雷霆的力量 仿佛被这黄沙 给吞没了一般 不过就在这时 整个黄沙 忽然开始疯狂凹陷 而后一个漩涡浮现 忽然间 巨大的身影 从其中猛的冲出 一口就将雷姬给吞下